最近几年呢 智能门锁逐渐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 截至2018年的6月底 我国智能门锁生产企业已经超过了1500家 接近甚至超过了传统机械制锁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 那么作为传统门锁的升级版 人气建长的智能门锁是否更加的安全呢 不久前几段视频在网络和微信朋友圈流传 在视频中有人用一个烟盒大小的盒子 在几台智能门锁前来回晃动 几秒钟后门锁就自动打开了 这个小黑火呀 其实我们就是专业术语就叫一个特斯拉线圈 它的构造基本上是一个外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黑火 我们只要把这个按键一按一下 它就产生一个损失的电池场 测试中 当特斯拉线圈靠近这款正常工作的智能门锁附近时 门锁在几秒钟内自动打开了 这个电池场也会让有些门锁 内部电路受的干扰 去驱动这个电机 然后让电机也能把这个门锁打开 记者了解到 这次对40个样品进行的风险监测中 有6个批次被特斯拉线圈 也就是所谓的小黑盒打开了 占比达到了15% 此外 有指纹和人脸识别功能 以及感应卡功能的门锁 同样存在较高风险 针对存在的5个主要问题 检测人员分别给记者进行了演示 检测1 一块胶带就可以破坏指纹开锁 首先在这款智能门锁指纹识别区贴上一小块胶带 然后用已经录入指纹的手指进行几次开锁 随后找来6位没有录入任何指纹信息的人 逐一随机用手指尝试开启门锁 结果门锁都能开启 检测2 人脸开锁会受面部照片干扰 之间部门抽检的4批次产品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 就是无法准确分辨真实的人脸和面部照片的区别 专家通过相机拍摄同一个测试对象 面部不同角度的照片 打印出黑白照片 利用这些不同角度的照片靠近智能门锁的摄像头前方进行测试 当使用这张正面照片靠近摄像头某一位置时 门锁开启了 检测3 一部手机就可破解感应卡钥匙 专家将一张感应卡放进书包 同时打开手机近距离无线通信功能 当手机靠近书包一定距离后 一组数据出现在手机上 凭借这些数据 攻击者就可以复制出感应卡 这次风险监测中 30批次有感应卡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 发现28批次有风险 占比94% 检测4 远程控制门锁存在信息安全问题 专家利用一款智能门锁的APP 专门通过简单操作后 不仅能远距离控制门锁状态 获取用户手机信息 甚至可以反向进入厂商服务器 获取大量使用该品牌智能门锁用户的手机信息 有10批次产品 它是支持用移动应用 远程控制门锁进行一个开锁 以及查看记录的一个功能 目前的话在这10批次产品当中 有8批次是存在信息安全的问题 有关部门建议消费者 尽量不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 和远程开锁功能 在日常使用中 妥善保管好信息识别卡 防止被非法读取和复制 使用指纹识别智能门锁的消费者 若发现指纹识别模块出现异常 应立即停止使用指纹识别功能 并联系生产企业解决